世界贸易组织WTO最近一致通过任命 伊维拉出任新任秘书长 成为WTO史上首位非裔女性领导人 她获得任命后表示很荣幸 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武汉肺炎带来的经济冲击 66岁的伊维拉曾经担任奈吉利亚 财政部长也曾在世界银行担任25年的发展经济学家 这一次在美国拜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顺利出任WTO秘书长 伊维拉也表示未来会确保优先要务和美国一致 成立于1995年的世贸组织 拥有164个会员 也是台湾以正式会员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 伊维拉在竞选期间承诺将公平对待台湾 也获得台湾支持 她将在3月1号上任 直到2025年8月31号为止 中央社综合报道 她的姿勢去带下 WTO I don't know